下一套了,商業詐騙,我不知道你做了些什麼一套,我第一集,老實說,第一集給我告訴你,第一集是很有,我看第一集的時候我覺得,發人心醒,我很認真地說,征服世界,真是這個世界,沒有人征服過世界,哇,這個是一個哲學的問題,這個是一個,你真的認為動畫做得到征服世界嗎? 不是,我一講就是,他怎麼看的話,征服世界,這個世界,從來是沒有一個人征服世界,然後我一心想就是,無論動畫的歷史裡面,和現實世界,真的沒有人征服過世界,突然間,這句話簡直是,如雷冠嶺,簡直是突然間,一頭冷水噴下來,哇,很有哲學味道啊! 所以現在看了整套,不是告訴你,動畫版也是做不到的,哦,即是,即是這套東西是說什麼? 這個其實,這個動畫版其實是一個註意,即是,這一條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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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來是沒有人證明到的,而,然後他說,終於有一個人證明,你要明白就是,他接著說,終於有一個人證明到,就是,終於有一個人可以征服世界, 他沒有說過,他有,他第一集裡面,他說,終於有一個人成功了,然後我就很奇怪,哇,一個這麼哲學性的問題,從來沒有人成功過的問題,有人成功了,就是,你這個是,哲學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 不是,從來的世界征服得一個,一條路可以做的,就是毀滅世界,只有你自己, 不是,你看到就是,他在第一集裡面,present給你那個畫面,荒涼一片,就是說,這個世界,被征服的同時,是毀滅了,可能是真的好像,夜行者所說的, 但是這個人又說,你要這樣說,難道這個就是,這個就是征服世界的唯一道理,這個是一個,可以寫論文的topic,來的,如何征服世界,哇,你只是聽這個名字,有看點有爆,不是,首先有兼力, 發人心醒,以及這個關乎人類學,社會學,甚至心理學的任何領域的問題來講,是一個,吸引的題目, 就是你,聽到你都覺得,原來真的可以征服這個世界,你只是看這本,你只是看到這個,這個topic,你就會覺得,這套東西不能夠不提啦, 我覺得你完全誤會了這套東西,哎呀,你就想當捉了女兒, 這套東西給我的感覺就是什麼,他等於騎梨羅之流,說男星人征服世界,他結果是什麼,一套照片來的,你看這個名字, 因為他有點題,當然我知道這個世界上很多人說過想征服世界, 而這個點題就是,世界上很多人曾經說過征服世界,但沒有人成功過, 但是,終於,有一個幼女成功了,而我質疑,而主角,地文明太太,就是見證這個, 征服世界歷史的一個人,就是你看到這件事,你就覺得這套東西,應該是很認真的, 我不覺得,在第一集的時候,我已經知道, 不會認真的,純粹當他笑回來, 我明白,不是他認真,是我認真了, 很明顯是你認真了, 你明白,商業表面有些,很有氣勢,很有哲學心理的句子, 關你上當的,其實很簡單,你看看那個主角群的構成, 一個不知什麼流氓的大叔,一個不知大叔的師生女還是什麼的人, 拿著把刀就知道,一個擺明是二五仔來的, 你要明白,理論的東西就是一個常人不能夠思考的理論, 然後還有什麼,有一條機械人,你不是當認真片來看, 我一向都是這樣,等於證明這個地球是完的時候,很多人覺得荒唐, 當然你可能看到這個組合,你一開始你會覺得這個組合是一個荒唐, 但可能其實是有當初他的哲理在裡面的, 你估讀不到,你看看童話,看這些東西, 你回去看什麼小說,看這些東西, 動畫不會有這些東西的, 你要知道他做這麼深奧,這麼哲學性的東西, 如果真的做了出來的時候,他只不過是趕納的, 你明白嗎? 不是啊,我覺得我OK的, 只有你OK的,只有你會買的 我會覺得這套東西,你給我那個感, 開頭第一集,營造那個感覺, 那個荒唐感, 他有點題, 一篇文最重要是點題,大家都知道作文, 我有想過另一條路, 女主角是一個羅莉來的, 他怎樣征服世界呢? 他就逐條逐條問,因為他不會老的, 好像說到,因為他有一個拿刀那個, 單眼那個, 他小時候已經認識了凱特, 那時候的海特也是這樣, 到現在長大, 我長大了, 海特也是這樣, 我推斷, 海特應該是不會, 因為某些原因不會長大, 或者是外星人, 什麼都好, 而顯身這個理論, 我就會思考, 很之後思考就是, 為什麼每一代的軍王都會追求長生不老, 難道長生不老就是唯一征服世界的, 是不是很有哲理呢?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後幾集, 這是歷史問題來的, 這是歷史學的問題來的, 這是一個,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後幾集透露了他怎樣去征服世界, 他就說, 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問他, 你是不是羅里空, 不是羅里空就賭任你, 你明白嗎? 這個, 這個是涉及, 就是剛才說的, 歷史學裡面, 你要達到這個行為, 本身就是你要長生不老, 沒錯, 而衍生這個問題, 是關乎一個人類學的問題, 就是你, 生物學的問題, 就是你怎樣去, 好像長生不老, 其實實際上, 長生不道祖, 他都是做不到這件事, 他問完, 我當他, 全地後的人問了一次, 然後總會有人出身, 他又越做去訪問那些人, 其實是做不到的, 你錯, 剛才你是羅里空, 你不是羅里空, 你不是羅里空, 我就殺了他, 所以你要有一個, 很長時間的規劃, 你要是反覆去做這個行為, 其實, 如果你真的長生不老, 你有疑, 你一定是很肯定, 就是問完這條問題, 我可以殺死你的話, 是Ware case的, 只不過是時間性問題, 不是說, 他是用長生不老, 時間去征服這個世界,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合理, 只不過是你要解決, 如果這樣這個故事就是解決, 他怎樣可以長生不老, 即解決這個生物學的問題, 以及這個科技的問題, 就是你要怎樣再快速的時間, 是有牽涉各種不同的, 我都知道征服世界是一個, 非常非常困難的工作, 你要掌握到很多不同的知識, 很多很多步驟, 很多不同的知識才可以做到, 我覺得這件事是合理的, 沒有說這件事, 我不知道, 我才說他需要詐騙, 不是, 我首先覺得他要說服樹齡, 已經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 這件事固然就是我想看那件事, 絕對不是, 他給了些什麼給我們看, 不如這樣吧, 他只不過是每一集, 找一個主題, 類似一個輕輕鬆鬆的笑片去看, 報煙, 每一個, 類似的那些, 他一集是說, 挺有趣的, 我覺得是說禁煙這件事, 他非常討厭煙這件事, 所以他踩到它的底線的時候, 他就要捉這個陣裏面的所有吸煙, 禁止你吸煙, 誇大他來做那一集, 我覺得是, 但是你這個特色的輕鬆鬆鬆, 你禁煙運動, 沒關係的, 不是, 有很多煙運, 禁煙會死的, 不是, 但他禁煙禁到好像很獨權, 他完全不讓那些人有的自由, 他從自己的角度出發, 我覺得這件事不好, 或者這樣說, 這集也可以的, 你要明白, 我看這集的時候, 我理解徵服世界, 我跳出來, 我不用這個, 很認真的角度去說, 他講征服世界的, 即是, 世界的東西就是, 你那集就是, 我要征服這個世界, 將這個世界變成, 沒有人吸煙的世界, 即是, 我的規, 在這個概念上, 好, 鎮辣也好, 總之令人歸乎你, 聽你說的, 就可以了, 他也是征服的, 所以, 我放棄了很多的堅持之下, 我覺得, 唯獨這一集, 又好像有些, 社會性的探討, 沒有啊, 社會學, 講政治, 社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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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人類學的, 人民學, 吸引這些, 民族學, 啊, 非得民族人物, 我講了很多, 不知道, 我好深刻, 沒有什麼關係, 應該這套, 應該這套, 不是那麼簡單, 應該說, 你沒有幾個, 你沒有幾個教授的學位, 是應該看不明白的, 那當然, 真的, 認真說一句, 我連, 我, 我有沒有什麼教授學位, 有沒有什麼博士學位, 可能因為我沒有這些關係, 所以我看不明白, 所以其實, 放心吧, 我絕對覺得, 有個教授學位都不會看得明白, 因為他純粹不是說, 那麼複雜, 他純粹的道理, 是很簡單的, 只不過你想得太複雜, 想得太複雜, 想得太複雜, 然後想得太複雜, 跟著你說, 當中的, 故事的, 還說, 敵對組織, 敵對組織, 當然有邪惡的組織, 當然會有光明的組織, 就好像某某社一樣, 但我又不知道這個組織, 但其實這個組織, 其實只不過, 最終, 我來告訴你, 其實是, 他都是由邪惡組織, 彈神出來的, 對, 正義的回出, 都是由邪惡的回答出來的, 很正常, 很合理的, 這是動畫歷史的問題, 很簡單的, 你跟邪惡組織講道理, 不會講得明白的, 那你當然要以暴亦暴, 那麼, 多少的手段, 為了達到這個正義的手段, 多少的事情都要做, 不會完全的正義, 暗馬底, 因為實際上, 這套東西, 我也是那句話, 我覺得, 即使你拿征服世界去玩, 即使你真是, 二人姐所說, 企羅羅這樣, 企羅羅這樣, 企羅羅是每集, 他都會有一個計劃, 去怎樣征服這個世界, 搞笑式征服世界, 就是要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始終會失敗, 始終會失敗, 沒錯, 但是, 你看到就是, 它有征服世界的過程, 就是用什麼, 我用高達去征服世界也好, 用模型去征服世界也好, 用什麼, 即使你這套裡面, 你用幼女去征服世界也好, 即使我會見到那個主題, 但這套東西裡面, 就是, 我見不到這種主題, 即使你用傑羅羅我覺得, 你是, 你是, 侮辱傑羅羅, 傑羅羅起碼見到什麼, 不, 我說, 你說, 他說, 他有嘗試, 只不過他不成功, 他只不過是在這套的點題裡面, 他雲雲征服者, 當中裡面的一個失敗者, 在這個油牆的歷史, 歷史學的問題來的, 在油牆的歷史裡面, 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曾經想征服世界, 但是不能夠成功的人, 這個東西也說得對的, 你看動畫裡面, 其實他的邪友組織從來都沒有主動去做什麼去侵佔的地球 反而是作為一個自保手段 光明的組織去找他麻煩的時候 他怎樣去保護自己 反而是多了這裡的蝙蝠 所以這套東西叫點台征服世界 後面的謀略之星 當然謀略的東西大家不可以 謀略之星是純粹說那個組織 那個組織就是這個叫聲的組織 謀略之星只有兩三個人 謀略之星不明白我 用暴力解決問題 你這套東西中間又專插了很多 泳莊梅 必定有的 我是有些劇情 我是去到就是說 我真的理解不了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可能要用藝術角度去出發 你意思是跳來跳去 要用藝術的角度 一集就講海邊 一集就講學校 一集就講尋寶 一集就講VS這個邪惡的政治家 其實這套東西是否想告訴你 要征服世界 其實真的有困難 在瘋之外 你還要有一個很跳躍的思維 我真的跟不上 當然我不是一個 可以征服世界的人選 而且我純粹 我看這套東西是輕輕鬆鬆 看完一集就覺得他講了什麼故事 就算了 所以我不是看得很認真 所以我不覺得他劇情有多難 我純粹當他輕鬆回來 覺得OK 又不是很差 我作為一套輕鬆 我有嘗試過作為一套輕鬆 輕鬆吧 要看一篇論文是要由多角度思考 我由一個輕鬆的角度去思考 我都覺得我輕鬆不了 搞笑又不搞笑 你這個人太緊張了 你的笑點太高了 搞笑又不搞笑 講的東西我又不知道他講什麼 最基本就是他講的那句話 我都覺得他是不是講中文 他是不是講地球的語言 純粹是你聽完都不知道你想講什麼 他講完一大堆東西之後 這集就算輕鬆回來 也有個主題 我要揭內褲的話 我都知道原來這集是揭內褲 尋寶的 我都是尋寶 尋寶之後 尋寶其實是一個謀略 就是一個陷阱 不是 他本身 這個光明的組織 他本身是會尋寶尋日寶 不知道做什麼的問題 其實本身沒有尋寶的 純粹是光明的組織為了 尋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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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個動畫 你走什麼主題是不重要的 你要賣肉 你告訴我這套是賣肉 不會 我可以的 你中間怎樣賣肉 我都不要緊 你就是為了看賣肉 你如果是為了看賣肉 而為了看這個 藝術的角度去看女體 我當然沒有辦法 你這套東西裡面 我為什麼會說他需要詐騙 因為第一集 那裡是完全需要詐騙 第一集你看到他 點題方面是 那一段引子好像很有心度 完全明白 要輕鬆 要什麼不要緊 你訪問社那些四階 我擺明給我聽 我知道你的題材是這樣的 你喜歡玩咀 你就咀夠十二集給我看 沒問題 就是某英畜 你第一集已經告訴我 是咀 其實你只不過說 我怎樣去把咀 發授升華 發揮得更高的境界給你看 等你有學習的機會 等你拿到某方面的知識 不知道有沒有用 當然 算了 你當它純粹是不貼題 世界征服這個字用錯了 是 正常就是講這件事 朋友你點題 看看你應該用什麼主題 就這樣用謀略之聲 要是 很謀略 不是謀略之聲 在說邪惡組織 那就是在說邪惡組織的 人常生活 沒問題 不會被樹齡返都這樣 不是 我一向都是說 我一向都是說 看動畫 就是說 你叫我不看劇情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不要給 你不要給這件事 就是你懶有劇情 但是你最後是沒有劇情的 我這件事也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說得 看動畫 就不要只看第一集 應該多看兩集 看三集 你就應該知道 那個廊是什麼 如果是看頭三集的時候 都說我原來是很正經 想說世界征服的 是後面不對擺 我一定幫你罵他 這套東西 頭三集 其實已經知道 這套是狐鬧作品 但是 你以狐鬧 OK 我給你用狐鬧作品 你覺得好沒問題 一半 OK 你見到很低口 我是很低的 不是 我對於搞笑番的 我要求不會太高 搞笑番 這套不搞笑 就是女士笑番 輕鬆番這些 要求不會太高 我覺得不是我笑點高 是你笑點太高 OK 你喜歡這樣說 我很穩定 我純粹是我的標準上 輕鬆番 或者是笑番 我不會說要求太高 純粹是她帶到她的主題 那些出來就OK 結論是她的主題是什麼 說有女 有女 有女如何徵服世界 雖然我都不是很貼體 說真的 算了 這些作品就是零分 沒辦法 就是說 我想反抗 但是我選擇沉默 但是跟著說 其實我也覺得 我也不應該沉默 你如果這樣的作品 你一定是零分 你會知道我沒有I am那麼好文筆 是不是 那我明白 就是 我的長處又不在這裏 所以 大家 動畫的東西 有很多很多靜餘時間 才考慮這套 我 不是 在我的角度來說 你有靜餘時間 都不應該去看這套 還是回去看Caron 算了 看舊動畫算了 不是 最後 你如果看這套 你會得出一個最後最後的結論 就是 征服世界是不可能的 他的結論 是 動畫也是不可能 對 應該說 第一點就是 從來沒有人征服世界 只有一個人征服過 然後 最後 你說 這個人是不存在的 他還沒做完 你做到尾 他如果有第二規要 我其實 我就是 看下一集 不可能 我 我不知道 反而 他中間有些 角色背景的故事 都算是一個完整的分支 我覺得都可以的 我覺得我和現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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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咬 算了 有些出油 算了 不咬了 我征服了他 當然 OK 我們去下一集